万物起涨 真的是从泡面 牛排 汽车到房子 什么都在涨 国际消费者物价指数 我们也看到了 年增率是一再创下新高 通膨已经是现在进行事了 可是央行总裁杨金龙却认为 目前物价上涨 仍然是短期的现象 可能有部分是 哄台炒作的情形 他提醒说物极必反 没有东西会一直上涨 他也认为CPI指数明年会跌 那可是房价呢 大家都知道 房价的涨幅更是惊人 而且尽管台湾呢 目前房市荣景 看起来好像是稳赚不赔 但大家恐怕要以日本为借金 日本早有惨痛的教训 就是他们的房地产 在1990年飙升到最高峰之后 就泡沫破灭 20年之后 全国城市地价指数 已经下滑了6成3 而台湾现在跟日本一样 都有少子化 以及高龄化的问题 接下来加户数会下降 还需要那么多的房子吗 那么在房地产崩盘之前 人口指标已经透露警讯 用猪大骨熬煮汤底 再加入猪肝葱姜青菜 这碗猪肝面用料丰盛 但成本已经提高10%以上 受到疫情影响 面电鞋也三个月 但做生意超过50年不愿放弃 降级后仍重启炉灶 不过原物料价格持续攀升 成了两个月老板才公告 下个月要调涨10元 下个月我才要涨 我这一阵子还是感谢 回馈给我们这些老朋友老客户 赚正餐想要来一杯手摇饮解解腻 不过现在茶叶还有珍珠的价格也上涨 民众担心买饮料会变贵 不过有佛心的老板是坚持不涨价 自行吸收成本 开店前忙着备料煮珍珠 但这些材料涨幅也很高 店内还有限价水果饮品 通通都是高成本 店家只能苦撑 喊话希望政府能够想想办法 像我们用的奶盖粉 鲜奶油还有珍珠等等 都有涨 可是就是其实厂商涨了 让我们也是不能改 还是要继续买 再看看青年 明年不行 就要拜托政府看看 有没有什么补助的东西 现在成本大幅成长 等于一开门营业 就在做赔本生意 根据足迹处公布的 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为2.58% 已经是连三个月 都高于2%的通膨警戒线 这些最基本的民生消费涨价情况 到底要维持多久 市的这部分看来是回不去了 一般跟民生有关的 一般不会说今年涨 明年继续涨 因为工需关系 如果你涨太多 那我就不要去消费 对不对 我可以改去别的地方消费 因为选择性多 全球都在闹晶片荒 尤其受到运行影响 带动消费电子产品需求 大幅成长 还有车用电子市场也回温 昌晶片现象有增无减 加上半导体原物料也在涨 冲击最大的恐怕就是车厂和伺服器厂 第一个就是5G 第二个当然是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因为疫情导致 现在大家都居家骂 开始视讯 第三个当然是电动车 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 明年的半导体 还是能够增长10% 车用晶片缺货 是今年比较严重 所以今年盖晶圆厂 我们看了大概要量产 都要到2023跟2024 所以需求有上来 但是供给要2023才能解决 这次晶片的涨价 那个至少都是20%以上 从民生载到消费电子类 车市全部涨声响起 就连住的价格也越来越高涨 从疫情后房价一直处于高点 专家分析涨势还没到尽头 因为通膨的高峰期 我们刚才讲过通膨的高峰期 应该还没有到 那为什么今年台湾房价涨幅 最剧烈的原因 我认为跟两个政策有关 一个是房地合税 一个是预售屋实价登陆 7月以后房价涨幅 非常的剧烈 其实跟预售屋实价登陆 助长的效果 非常有明确的一个联系 疫后经济复苏 但将万物结涨 唯独薪水不涨的困境 最大受灾户 恐怕还是一般 少老百姓 TV越新闻楼市彭雷军台北 采访不到 好 我们刚才说 什么都在涨 而对于爱吃牛肉的人来说 荷包也同样是要大失血 受到通膨的影响 加上层层成本的堆叠 进口肉品跟去年同期 比起来大涨 将近六成非常的多 而且已经让许多业者 都吃不消 在撑不住的情况下 真的只好转嫁到 消费者身上 这碗是我们的红烧半斤半肉 Q弹的面起锅 摆上多道程序熬制的牛肉 最后淋上浓郁的汤汁 热腾腾牛肉面上桌 这一碗四届的牛肉面冠军 挺过了疫情 却没撑过食材涨价风暴 不管是澳洲 美国 巴拉圭 都在节节上升 那甚至说 在一个月内 厂商送多支货来 每日的价格都不一样 而且都是一直往上 那大概去年的同期 大概是230多块出头 那涨到现在 其实已经破400元大关 那涨幅是相当下人 大概已经超过六成 这应该是我们牛肉面 大概卖30年来 第一次遇到这么高的天价 不只葱蒜菜涨 最核心的食材牛 美国牛 澳洲牛 巴拉圭牛 不管哪里来的 唯一的共通点 就是贵贵贵 成本压力快爆锅 小业者几乎赔本苦撑 龙头餐饮业者 则是宣布做出调整 网品集团15大品牌 10月底先开出了第一枪 另外麦当劳 更一口气 含涨了15个主餐品项 调整1到5元 Subway在麦当劳公布 涨价后也跟进 主打吃得到 真正肉块的泡面 满汉大餐也顶不住 全系列价格都调高 而这一波海浪 台湾网购肉品电商 也没能逃过 这边本来有一块油脚 那我每次做客制化 就希望客人 有些客人会觉得太油 你把它修掉 这真的痛到很夸张 因为范围的话 基本上就是最高级 基本上一公斤 现在应该至少两三千 对餐厅 之前可能一千多而已 上网点一点 处理好的肉品 就直接送到你家 只是这些肉 也都是国外进口 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 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达6.2% 创下30年来新高 肉类禽肉鱼和鸡蛋 比去年同期贵11.9% 进一步细看 猪肉涨幅高达14.1% 而牛肉受影响最大 涨幅高达20.1% 你有碰过这么高的价格吗 基本上真的没有 从进入这个行业来 到现在真的没有 而且牛肉大部分的话 价格不会到现在那么夸张 其实这一阵子的价格 是欺负的 让业者都很惊讶 我们是希望可能撑到 看年后 有没有机会价格 回到原本之间这样 那假如说真的没有办法 那我们还是会需要 做出调整价格的动作 全球市场通膨 国际原物料及食材大涨 原因不止劳动成本增加 其他环节也通通往上冲 从饲料价格越来越贵 跨海运输也没得到舒缓 一层一层堆叠下 形成安贵的循环 最终就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第一个就是主要央行的货币供给过多 导致原物料还有大专物质价格上扬 第二个就是供应链阻塞 我们现在缺船缺柜缺人等等 相关的供应链的上游都是在涨价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WPI跟CPI的这个剪刀差 在明年第一季左右会出现一些比较温和舒缓的现象 就今年以来相关业者持续在应应 那因此大概在就差不多明年第一季吧 大概这个所谓的这个成本面的压力会稍微获得舒缓 看开2020年的粮食供需年报显示 台湾人对肉类的食用量总和已经超过饭面的两倍有余 当后裔时代高通膨席卷全球 在多仰赖进口肉贫的生态下 污肉不欢的台湾也陷入万肉接贵的局势 TV新闻连至从越台北采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